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熊 就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 小米突然官宣了自己的第二款智能手表产品 小米手表Color 799元 14天续航 原型表盘设计 一改小米手表备受吐槽的苹果风 瞬间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那么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呢 它是不是大家传说的那样 仅仅是一个大好的小米手环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小米手表Color标配的东西非常简单 只有一个充电器和一张说明书 充电的方式依旧采用传统的触点式充电 表盘为圆形 对于喜爱传统圆形表盘的受众 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 表框的直径达到了46.2毫米 非常大 对于手腕比较窄的用户而言 可能会显得过大了一些 屏幕的外屏采用的是第三代的康宁大星星玻璃 屏幕则采用了一块1.39英尺的AMOLED屏 454乘454的分辨率 PPI达到326 细腻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值得点赞的是 小米手表Color整体的佩戴舒适度还是不错的 至少相较于小米手表 我感觉要好上不上 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重量上 虽然这款手表比较大 但重量其实也就40克左右 相较于小米手表44克的标准版 以及56克的尊享版都要轻一些 另外厚度上也控制的比小米手表要更好 为11.4毫米 小米手表则为12.28毫米 背面传感器的凸起 不会像小米手表那么严重 另外标配的表带也非常柔软轻肤 综合这三方面的原因 使得小米手表Color的佩戴舒适度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手表一共有两个颜色 分别是时尚鱼子和电压黑 表带则都是黑色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 既然是小米手表Color 可在颜色上 这款手表似乎并不怎么Color 其实并非如此 只是小米手表比较Color的表带 需要另外购买 小米官方提供了两种材质 多种颜色的表带提供选择 其中多彩的硅胶表带 为69元一套 鳄鱼皮则为99元 小米手表Color的表带 除了舒适度值得点赞外 它预留的孔位 我认为也是一个加分项 小米手表Color的表带 预留的孔位 无论是上线还是下线都非常足 所以不管是细手腕的用户 还是粗手腕的用户 都能够比较好的佩戴 大概是看惯了Apple Watch的外形 小米手表Color的外观 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圆形的表壳搭配丰富的表盘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审美 手表是一件装饰性特别强的产品 好看与否会直接影响用户的购买决策 智能手表的一大优势 就是可以更换表盘 一个表盘看腻了 更换一种表盘 又是另外一种心情 出席不同的场合 可以选择不同的表盘 这样会显得更加灵活 可以说更换表盘 是智能手表一大特有的魅力 小米手表Color的App里 盘盖了各种风格 这也是小米手表Color的一大优势 劣势方面就是表盘并不支持自定义 比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叫做森林的表盘 但是我想在这个表盘上加入一个天气 或者一个其他的信息 系统是做不到的 这样就会导致出现一个矛盾点 那就是你觉得好看的表盘 在内容显示上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 而你觉得符合你内容显示要求的表盘 也不够好看 所以如果小米手表Color的表盘 能够像Apple Watch那样 对表盘内容进行自定义就更好了 并且相比Apple Watch 这款手表也没有吸拼显示的功能 这也是外观上我认为比较有遗憾的一个点 接着说说功能和交互 说实话 小米手表Color在这方面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惊喜 首先是交互 小米手表Color的系统给我感觉就不是很流畅 滑通表盘的时候 我隐约能感觉到连60赫兹的刷新率都没有 大概是因为之前使用Apple Watch的原因 所以这种感觉会尤为明显 不过小米手表Color现在系统还是比较稳定 刷新率不高 最多也就是影响你的交互节奏 会让你觉得慢一些 但是基本的操作还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使用中也没有顿卡的现象发生 功能方面 小米手表Color你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 它就是在小米手环的基础上 加上更全面更专业的运动功能 短按小米手表Color下面的按键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模式 虽然说运动模式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款手表并不支持音乐播放 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边听歌边运动的人 你还需要额外带一个手机或者音乐播放设备 这点我觉得小米手表Color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而至于其他方面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小米手环原有的了 比如说NFC 公交卡 门禁卡 小爱同学 通知推送等等 都是小米手环上有的功能 但在功能的深度上 我觉得作为一款手表还是有所欠缺的 比如Apple Watch的NFC 虽然不能开通公交卡和门卡 但我之前使用Apple Watch时 Apple Pay是一个我经常使用的功能 并且深圳的交通也支持Apple Pay 而作为最早涉足NFC支付的小米 如今却没有一个支持米配的穿戴设备 说是有点遗憾 小爱同学的阉割也是比较严重的 小米手表Color的小爱同学 几乎只能操纵智能家居 其他的智能功能都比较有限 这里和小米手机的小爱同学一对比 相信大家就能看出不少端理 平时在配合非小米手机使用时 还需要常住一个APP在后台 才能使用小爱同学 这也算是一个使用上比较不舒服的一个点了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下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就是一个加大号的手环呢 我认为不是 首先小米手环比较小 屏幕也小 屏幕阅的性比较差 看信息起来比较吃力 而小米手表Color的大屏幕 很好的在尺寸上补齐了这些短板 让你看时间和通知式会明显更加轻松 另外就是装饰性 尽管我也很喜欢小米手环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它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小气的 装饰性也不够时尚 虽然小米手环也支持更换表盘 但和大屏的表盘在观感上差距还是过于明显 再加上420毫安的电池 它能够带给你半个月甚至20天的续航 即使你之前使用的是小米手环 依然不会觉得这款手表续航有什么问题 考虑到其售价 能带给用户的其实也不算少了 当然这里也不得不提这款手表目前最大的遗憾 那就是不支持iOS系统 尽管官网描述说APP正在审核 但是究竟何时上线官网也没有给一个准信 最后陈如在小米手表发布会上所说的 不能装APP的手表能叫智能手表吗 放在小米手表Color上来说也是如此 官方给你什么基本就是所死了 比如你是一个奔走各地的出差党 小米手表Color不能安装类似Apple Watch 或者小米手表之类的数字登记牌 你也没有办法使用类似96之类的工作 以及生活的工具 这样的产品显然还不够智能 总结 在小米放出小米手表的预告时 我们满怀期待 以为小米能够做出一个真正能与Apple Watch抗衡的产品 而小米手表这款产品 大家其实也都已经看到了 如今的小米手表Color 又回归了云云大众的准智能手表 你说它有问题吗 它有的问题 所有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有这些问题 但你要说它没问题吗 我想也不是 我们习惯了小米能够给出同价位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满怀期待 但这次它并没有做到 所以最终我对小米手表Color的评价 就只能是实质无畏 其实可惜了 这里是清电科技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的不错 欢迎见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